我是重庆石柱县山河镇小学里的一名小学生 在我们山沟沟里有一只留守儿童驴子足球队 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朵空腔玫瑰 足球对于我们大山里的孩子来说 是一条孤独矛盾未知的梦想之路 但是我依然在为之奋斗 你们猜得到我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位吗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片中的幸福心愿 谁有人 你好 大家好 我叫马师童 今年11岁 你来自于哪里啊 重庆市石柱县山河镇小学 那你到这来的心愿 我们先把它说出来好不好 行 来 我们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我们学校每个踢足球的人 都可以踢到足球 好 谢谢 来 足球队的人不就是踢足球吗 那连球都没得踢那还叫足球队吗 而且一个队就一个足球就够啊 11个人 对啊 我们学校条件很差 训练的时候不能人手一个 给球打气的时候也可能会爆炸 球会爆炸 这什么气球这是 对 质量很差 胶球不是皮的 胶球容易踢爆 皮球才行 以往都知道在贫困的山村 能读上书就不错了 为什么一定要组建 两支这样的足球队 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一支足球队的创始人 孙晓明 来 我们掌声欢迎 你好 来 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重庆市石柱县三活小学校长 孙晓明 今年55岁 大家好 特别想问一下孙校长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所学校 要组建两支足球队呢 因为我们学校啊 身处大山 想通过足球 提高他们自信 阳光 勇敢 改变他们的念报 走出大山更好的学习 把我们学校办成农村学校的品牌 组建足球队困难吗 我们没有足球场 我就把篮球场改成足球场 咋改啊 篮球架 句调 放在我们小的场子里面 那想打篮球的人不就用不了篮球了吗 不 我们把篮球场改在我们旁边的小场地去 把我们大场地腾出来 架成我们的足球场 篮球场啊 全部是水域地面 但是找赞助 求他们的帮助 铺成了塑胶 塑胶了 塑胶了 直到腰颅连 全部才还清 在物质准备上会有一系列的困难 但是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困难 是让这些孩子真正爱上足球 特别是我们不认识足球这些孩子 也没摸过足球 通过他们的努力 我们在四级总决赛当中 取得冠军 到现在为止 有近30名学生队员 比组成区最好的学校读书 这就是让我们走出了大山 看来这个方向是对的 我想请教一下您 在设施和资金都很有限的条件下 然后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从技术的角度 教练 培训人员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的教练是不专业的 体育老师没有一个群球专业的 但是我就是在县城里面 请一个教练来 教老师 现在老师 人胜任了 了不起 感谢孙校长跨越困难 给这个学校有了一场出入 来 谢谢 您先下去休息一下 我们跟瓦斯同聊一聊 你每天在球场上要练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半 还有一些基本动作 天球 传球 哪个最难练 过人的时候 会受伤吗 有时候会 会想放弃 有过 很累的时候 有跟谁说过我要放弃吗 我奶奶还我弟弟 爸爸妈妈呢 去浙江 林波打工 一年回来几次 一次 才回来一次 那你给他们打电话吧 长度费很贵 那网络视频 他们要上班 那你每年过生日 他们会回来陪你 不会 有生日蛋糕吗 我爸爸妈妈帮我订 然后我自己去学会来 很羡慕别人 可以让他的家长陪他过生日 很希望他们会来陪我 过去吃生日 那过年回来的时候 你跟他们说过这事没有 说过 他们说我们要出去挣钱 来养活这个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